哦 你要有救恩的头盔 很多人啊 我看我这个 信耶稣的22年来啊 有 我看到很多信耶稣的人啊 头啊 坏掉了 为什么坏掉 因为他没有穿头盔 他没有穿头盔呢 常常给魔鬼 射箭在他头里面 啊 他变成什么人呢 你知道他变成什么人啊 如果没有穿头盔去打战会变成什么人 笑的人啊 因为头没有保护 是很容易受伤的 很多人啊 的思想啊 我都讲了 刚才我讲 思想脑部是打战的地方 是你的战场 如果你没有救恩的头盔啊 你很容易让魔鬼 放一句话就伤害你 放一句话你就跟人家不好 放一句话你就不能能够跟人家在一起了 魔鬼就在那边看 把人家 闪到 闪 闪 我告诉你这事实的东西 因为我常常 有一天啊 我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然后我祷告 我不知道第一几天啊 你不要以为我肚子饿 我愣愣想啊 我真的是看到异象的 然后我在 我忽然间 我祷告祷告的时候 我打开眼睛 我就看到魔鬼坐在路边 在那边哭 魔鬼在那边 坐在路上 路上哭 我就问 魔鬼为什么你哭 他说你们的基督徒 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是好人来的 我说什么 谁说 谁说魔鬼 谁说基督徒不是好人 真的啊 你们的基督徒都不是好人的 好事 坏事也说 都是我做的 好事也说我做 你们没有做什么东西的 不懂为止吗 就说什么东西你都赖魔鬼 都是魔鬼的错 有的东西不是魔鬼做的 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不要赖魔鬼 所以魔鬼坐在地上很阴枉的 那边哭 我都没有做到 他们阴枉做我做的 我再举个例子 你回到家 你因为心情不好 你早上被老板骂 回到家 你就拿你的老婆出去 拿你的孩子出去 你骂你的老婆 骂你的孩子 然后你的老婆 跟你哭着要离婚 你就说魔鬼害我那一天 害我跟我老婆讨价 我老婆现在要离婚了 你发脾气的 你赖魔鬼做什么 魔鬼什么都没有做 这里发脾气 你说魔鬼做你的 看到没有 就